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忙碌的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来到了周末很想充一充电 我们要充电的媒介绝对不是购物商场 美食美景或者能让脚步放缓的地方都是我们所向往的 那这一天在双文丹吃了早餐后 我们就往附近的瀑布拾去 伸往瀑布的路途中都是原住民们的住家 嗯 这一些树 这一些绿 多么的疑人 到了 到了瀑布的路口处 车停好了后一下车看到的就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老树 好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美,美得像一幅画 这宇宙大地的自然孕育实在令人敬畏 这里的小溪流水不大 但也建了一座桥让人可以过对岸 啊,瀑布就在这里 刚好有一搭班男女老少的英语同胞 在这里享受着大自然带给他们的愉悦 这样的一个家庭活动多好 这里的黑股也挺大,但还适合你 啊,我们又遇上了动物 他们还正亲民啊 养养啊 养养啊 还真听话 这个跟着你哦 鸡酒香啊 哎哟,可以加气了哦 没有,不许给它放脸 哦,给它叮叮啊 看到看到 看到 厉害 充分地利用大自然所给予的能量 光听着这些流水的声音都有够疗愈 听多舒服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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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